你不 不可以請假 不可以沒有請假外出啊 有不少問說 那法師晚上下課太晚 可以不可以不要回山上啊 不可以 不可以預駕 不歸啊 對不對 就是就是這些細節啦 但是不要小看這些細節啊 是不是這樣子 這些細節就是 就是團體 能夠和和清淨的很重要的因素啊 是不是這樣子 朋友親友來訪啊 講話不要超過30分鐘啊 好 就這個 對啊 你們要問法師問題 最好寫email啊 很快就會超過30分鐘 男重 男重女重 要非常的嗯 留意這個 這個 不可以單獨相處啊 那除了說戒律的規定 本來這些 本來戒律有規定啊 但是現代的社會裡面 有現代社 在現代的運作 團體運作上有團體運作的 的需要的規定 在法古山 我剛剛舉這些 就是很細的細節 對不對 你看吧 那大的就不用講了 對不對 細節都定的這麼這麼細 所以師父很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 因為他老人家研究戒律嘛 所以怎樣帶領這個生團 怎樣讓這個生團 能夠清淨和合 那這個團體能否清 能不能清淨和合 能不能長久 連續 目的是什麼 一個清淨和合的生團 是教化眾生的一個 一個基地嘛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在清淨和合的生團的運作之下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雖然是居士們發心在經營 但是是以生團為核心 以居士為外戶 我們就能夠發揮洪化的功能 是這樣 是因為這樣子 是因為師父的 師父的理念 師父的知見 就是佛陀的理念 佛陀的知見 所以凡是佛弟子 正性的佛弟子 接受到佛法好處的佛弟子 我們都有責任 顧持這樣的教團 顧持這樣子的團體 讓他持續能夠弘揚正法 2500多年來 四眾弟子是這樣一起努力 才能夠讓佛教延續到今天 那我們要讓佛法繼續延續下去 也是四眾弟子一起努力 一起合作 讓他繼續延續下去的嘛 是不是這樣 那這裡面很重要的一個維繫的關鍵是 倫理 對不對 所謂的戒律其實就是倫理 深屬之間的倫理 人與人之間的倫理 團體之間的倫理 然後每一個人 因為在這個團體裡邊 學習 我們可以因此而 淨化我們的身心 讓自己能夠清淨 少欲 無爭 清淨 少欲 無爭 和合了 對不對 所以 有時候我們在團體裡邊 是不是說 喔 我 記得 幾個禮拜前 回農禪寺去 跟我們幾位 老月仲菩薩 去露營啊 因為我們農禪是要改建嘛 對不對 喔 我記得我們 有一位老月仲菩薩 謝菩薩 在分享的時候 那我們每一個人都心有七七焉啊 他就說齁 他原來在他原來的工作單位 大家的同質性非常高 遇到問題要討論要形成共識 一起行動非常快速就解決了 很容易就形成共識 因為同樣的公司嘛 工作單位嘛 彼此的同質性很高嘛 他說齁 到了我們發股山 那時候還沒有發股山 到農禪寺來當義工 尤其是要跟很多義工合作的時候 問題來了 原來這些人來自四面八方 絕對不同類型 十個人就有十種類型 十個人如果湊出九種類型 就算不錯了 好 那這十個十種類型的人在一起 這我有情願 我舉一個例子你們不要笑 我們有一次開會開了 大概是兩個小時 只為了要決定 等師父回國的時候 他的辦公桌 他的要擺在哪裡 那談了兩個小時以後 你們現在就笑笑得太早了 你們要知道答案是什麼嗎 等師父回來再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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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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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